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五辜豆浆早餐怎样做才能最好喝 豆浆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早餐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黄豆来做豆浆喝 其实大家不知道用黑豆做豆浆 比黄豆打的豆浆更营养更好喝 首先我们准备两份黑豆 一份花生米 一份核桃 一份黑米 一份原浆米 一份小米 几个红枣 黑芝麻一份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碗 把这些都倒进来 把红枣拿出来 加上清水给它洗一下 然后把红枣给它去喝 切好之后 放进大碗中 好,给它清洗一下 再次加入清水 浸泡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把水加到最高水面线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选择豆浆模式 好了,我们的豆浆打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好香啊 浓浓的豆香味 加上花生核桃的香味 还有红枣 真的是非常的香 好,大家看一下 刚刚好 特别的浓 好,我们把它盛出来 哇,真的是太香了 一道营养又丰富的黑豆 花生,小米,核桃 红枣豆浆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吃甜的 我们再放一点白糖进去 或者是蜂蜜 白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 我们来搅拌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黑豆这样做 连挑食的宝宝都是抢着喝 每次都是喝上两大碗 真的是太美味了 稍微冷一下 端上做就可以给家人们享用了 早上起来喝一杯黑豆豆浆 一天精力充沛 特别的营养美味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打豆浆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忙转发收藏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